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都听过一位叫做颜鹰的人物 就是春秋时代的一位外交家 相传他是生得很矮小其貌不扬 可能大家都听过一些有关他的故事 今天我们请昆士兰的梁焕虫先生和大家再追寻一下 欢迎你梁先生 多谢李先生 各位听众 大家好 正如李先生所说的 颜鹰的故事大家都听过一二 其实是这本书叫《颜子春秋》 《颜子春秋》有人评论他 是中国第一本的短篇小说集 很多故事是关于颜鹰如何用他的机制 来处理外交的难题 劝战这个君王做好事 其中譬如说这些故事是真是假 都很难说 因为司马迁的《史记》里面 没错是有颜鹰的转 有这些人物 将颜鹰和管仲合一转 就是管眼列转 但司马迁作为一本历史史记 记载颜鹰的事迹很少 但《颜子春秋》所说的故事非常丰富 也有人怀疑是不是 有些人作出故事 附备在颜鹰身上 不要紧要 我们欣赏文学和写的意思 都很值得大家欣赏一下 雁鹰这个人是在春秋战国之间 齐国的人 他很厉害 一个人做过三代君主的宰相 这三代君主就是齐宁公、齐庄公、齐景公三朝的宰相 他主要的政治活动就是齐景公那几十年 齐景公很年轻就做国军 由他辅助了他几十年 直到《颜子》死为止 主要是辅助青年的国军 《颜子春秋》里有很多故事是如何劝诫齐景公 大家知道年轻的人做皇帝 要封得封要封得封 要封得封得封 有很多不轨的事 就是享乐 或者是不理国事 很懒惰 这种种种的事 但是皇帝 你跟他说话 要小心点 说错一句话 以前很厉害的 不行 要用一些机智的手法 还有当时的政治形势 就是说 有些新兴的国家就在外面兴起了 譬如说楚国 当时齐国来说 都未曾这样称王 都是齐麦公 齐麦公 但是楚国已经称王 楚王已经称王 就是将他周失不放在眼内 外交方面 就是楚国欺负着齐国 至于一个弱势的时候 雁英出示楚国 很多次得到难堪的对待 但他都能够一一用他的机智 化解了 令到别人都很回复他 加以上 李先生刚才说过 他的样子又生得不好 又矮又小 还很丑 他的样子已经不讨好 但是他能够用他的才能证明 才能是胜国外表的 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几个关于他的故事 第一个就是他说 如何劝劝齐景公要守礼 大家知道齐景公年轻人做皇帝 很多时候不拘 很不拘謹 即是随随便便 故事就是这样 说齐景公喝酒 《眼子春秋》里面 都说了很多篇 就说《眼子劝》 提醒公不要这么难喝酒 提醒称景公喝酒 他就说喝得很高兴 他说我们今天喝得这么高兴 我们军臣共欢喝酒 都不用守礼了 眼鹰立刻就向皇帝说 不要 国君 群臣当然想皇帝不说礼 你不说礼 我都不用说了 到时候天下大乱 好像一个野蛮社会 哪个好打就哪个赢 是吧 维持社会制度 一定要有个礼法 但是国君又不听他 很少你说 继续是这样 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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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到差不多了 这个国君 齐景公 就出去出去 大家知道什么事 喝得多喝酒 出去出去 齐景公出去的时候 不然他不起床送他 齐景公办完事 喝酒 不等齐景公举起一杯 他就先喝酒 齐景公看到他这样 咦 这些神智怎么办 他就生气 生气 其实眼鹰出这一招 就是引发他 以下和齐景公说的话 他就说 皇上 你就说不用守礼 我就不跟你守礼 你记得这样做法 是不是很不合体统呢 嗯 齐景公就说 哦 这样也是 即是朝廷里面 没有礼节的话 君不君 臣不臣 那就真的不行 那就 就 向眼鹰说 啊先生 你都说得对了 于是 就重新 跟这个神智 大家以礼节 来喝酒 用一种劝勉的方法 来劝皇上 是 第二个故事 就说眼鹰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 那就去楚国出事 嗯 楚国 当时就是财大气粗 就是一个很强的国家 对这个齐国看不起 还兼连一个这样的矮子 就 出的法子 修辱他 是 楚国 就因为 就是财大气粗 就想着 押住这个齐国 然后呢 就想着脚子出来 如何修辱眼鹰 他在城门那里 就有大门 另外开到小门 我叫他 眼鹰来到 你来到 对了 这是九门 你走进去 这样 眼鹰就说 哦 九门 不要紧要 我来这个楚国 如果我来一个大国 你一个人国 我就入人门 如果我来一个九门 我就入九门 这样 这个楚国的人 就自取其辱了 嗯 嗯 有人又刁难他 嘿 你这样的怡容 完全都不像人 那样的 咦咦又丑样 难道齐国 没有人吗 要派到你来吗 眼鹰呢 人急 他自身也说了一段说话 是对应回来的 咦咦 我们齐国不知多大 咦 我们这个国家 那个首都叫林芝 有三万人 人如果在街上走 人人拿着衣服就养起 太阳都遮阴了 人人在额头抹一袋汗 揮汗成雨 啊 即是下雨 大家就肩头 撞肩头 脚跟打脚跟 不知多少人 咦 但是这样咯 我们呢 派人出去出示外国 出去那些有体面 好的国家 就派那些最好的人 嗯 若那些不像样 那些这样的国家 我们就派那些坏人去的了 咯 我呢 在齐国呢 是最没用的 所以就派来你们坐一国咯 这样 嗯 嗯 那结果呢 坐一国的人呢 就想去羞辱人 结果就被人用言语来羞辱 那就是在外交上 口头上的 拿回彩了 是吧 但是呢 他这一个故事呢 如果从现代的外交眼光来看呢 我觉得他答得很不得体 哦 是吗 哈哈 哈哈哈哈 好像周恩来以前也是 比如说 周恩来以前也是 比如说 联合国在哪里啊 比如说 中国有没有妓女啊 周恩来就说 有 在哪里 海鸭另海一面 哈哈哈哈哈哈 那第三个故事呢 就是 又是楚国又是想搞怪 特意又是想羞辱眼鹰 就说 有些人向楚王献计 眼鹰来到的时候 我们就特意捉一个囚犯出来 然后大王就问 这个是什么人啊 我们就说 这个是齐国人啊 大王就说 哦 齐国是一个贼国来的 没用啊 在眼鹰面前 就希望羞辱他 嗯 嗯 照反主义 真是 如其事 上演这部剧 眼鹰不放不忘啊 嗯 他说 这个人是齐国人吗 哦 是吗 是啊 楚王就说 嘿 你们齐国的人 别人呢 没什么好处啊 做贼最好处啊 当然 那么 顏鹰呢 就很恭敬地 坐側一点点 就向楚王说 他说 顏鹰 微臣就知道 有件这样的事啊 有些很甜的橙 嗯 还在这个地方呢 很好吃的 嗯 搬去另一个地方呢 当堂呢 橙味就变了酸 完全都不好吃 都是那个种子而已 就因为地土不同呢 那橙都变了种了 嗯 喏 我们齐国的人呢 在我们齐国那里 好地地的哦 个个都好人 好君子的哦 没有人做坏事的哦 啊 真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来了贵国楚国呢 那些人都变了贼 哈哈 原本好人都给他做贼啊 嗯 那样的楚王呢 就听到了 哎呀 唯有呢 就顾左右而言他啦 那就是啊 拿不到菜 就被人家搶回白一轮 那他就说 楚王呢 就是输就是这样记载啊 是 哎呀 就是有才能的人呢 我们真的不要小看他啊 我们出些这样的浓妖 想话羞辱人 哎呀 只要自己拿来衰 那样 就输就是这样记载 就是这么机智的人呢 就是化解了很多很难的环境啊 嗯 嗯 中国呢就是 历史上充满智慧的人都很多 是 但是雁英来说呢 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那么 融化的就是有后人 就是啊 就是啊 就是渲染的地方 也是作为文学啊 或者是作为一种 啊 思想上的磨练呢 都很值得一看的啊 是啊 尤其是呢 我们可以用现在的眼光来 看看他那时候 大家可以检讨一下 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就是参考 对啊 平日应对 未必要硬碰的啊 是啊 用一些幽默的方法呢 就是可以化解了很多干锅为肉白的 是啊 好啊 那今天好多谢你啊 梁浣虫先生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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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